漫威大片《奇異博士2》 《台灣搶先北美》在5月4號上映 一開放預購就狂賣2萬多張 突破終局之戰的單日售票紀錄 最新釋出的片段 除了證實了傳聞中的重要角色 甚至還被發現 被中國官方封殺的媒體 竟然出現在預告之中 不過提醒您以下內容有些許劇情雷 請斟足觀看 從29日在美國釋出的電視廣告片段可以看到 一小部分懸浮輪影在移動 證實了之前傳聞 派翠克史杜華飾演的X教授 確定將經典回歸 而全新角色 能穿越不同宇宙的美國小姐 也會和奇異博士攜手大戰 單眼觸手怪 就是這個大戰觸手怪的紐約街頭 被發現竟然擺設了 遭到中國封殺的反共媒體 大紀元時報廣告箱 上頭的標語 歷史劇變 在眼前直入真相大紀元也隱約可見 這也讓移民們笑說 入華了 多重宇宙應該不包括中國了